这时候的银杏 大家好我是冠 大家好我是冠达 我们今天要告诉你们 这里是我们去捡银杏的地方 银杏又被捡过来冬天 冬春树 这些银杏 另外呢 秋天 另外呢 秋风味 秋风没有来 所以呢 他们现在还是绿色的 他们现在开始有淀黄色的 但是呢还不够 颜色还不够深 然而这样的话 然而这样的话 就不太适合捡树叶了 而且呢 在黄色红色的时候呢 树叶才会掉下来 其实呢 以前应该没有那个椅子 只要往 越 走越远 那就 走越远 那就 最后 小虫子就会更多 那小虫子当然很健康 你这鬼子小孩玩过的是 昌银 大家 大家不讨厌 就昌银 不讨厌 那小虫 那是蟑螂吧 不错 蟑螂才是恐怖 现在没有蟑螂 现在没有蟑螂 还有蟑螂 现在旁边还有很多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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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 因为呢 这里都是它的 自己的白症嘛 然后就 然后里面有树叶 明星猪叶会跳下来 这里一半 它这里一半 还有可能 然后再试一试 然后 还是 还有 还有一个蟑螂 哇 妹妹有没有蟑螂 当然 奇妙 有 昨天 你会有蟑螂 在想 每一天就会有蟑螂 你会没有蟑螂 会没有蟑螂 是 只有蟑螂 蟑螂 还有蟑螂 没有蟑螂 这里也有 到底都需要蟑螂 非常多蟑螂 比之前還多勒 這裡的蟲非常多 而且呢 我們以前還有去過五雷龍場 非常多蟲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 我們這邊好像還有一隻 四兩隻蜜蜜蜜 蜜蜜這種東西會摘到 有可能 兩隻都有可能會上臉 不過有可能不會上臉 如果呢 只要只有胖胎組織 或者是 或者是疾風衣的話一定沒問題 有些人還有對蜜蜂的毒過敏 那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記得要按讚訂閱 還有 和小鈴鐺們影片 全部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